迪丽热巴的下一部剧还没有决定,她一点也不缺乏资源,但她正在等待机会,看看公诉精英时播出的效果如何,如果好的话,她在未来将没有太多机会接手古偶,并将更接近主流和现代戏剧。 就个人而言,今年的话剧市场似乎不是很好,此外,今年推出的大多数证据实力相当,甚至中央电视台也支持制作更好的电视剧,因此,一部戏剧的效果不能代表全部,然而,据可靠报道,迪丽热巴的下一部戏已经在接触中,这也是一部现代戏剧,错聊,综合各种原因后,她决定袭击前男友的小叔叔,因此,她追求她的小叔叔,他们误恋了。 事实上,这是一个恰当而有趣的甜蜜偶像剧,事实上,迪丽热巴如果在这部剧中出演,将会表现得很好,因为男主真的很出色,女主当然也不错,迪丽热巴在外表和身材上都很出色,错聊的女主是一个有点胆量和工作能力的女孩,虽然她曾经扮演过高文,但毕竟是几年前的事了,热巴现在的风格更偏向于成熟的美。 该剧的另一位女对手是杨子,杨子仍在拍摄长相思,陈毅的陈香如谢即将上线,目前,杨子也被爆出在接触错聊,这出戏的制作是S级制作,这意味着,剧组在金钱上并不缺,因此,选择女主也是当务之急。 起初,杨子并不想一直演古偶戏,而是想尝试其他一些现代戏剧,她在《香蜜》中的角色,在《亲爱的热爱》中的角色,以及《余生》中的角色,其实与女主的一些情节有着很高的契合度,就个人而言,她在竞争方面并不亚于迪丽热巴。 此外,她们的地位和流量是相等的,所以这个女主真的有点难以选择,想必,这部剧的男主不会让观众失望,你怎么认为?好了,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,你更喜欢哪位女艺人出演这部剧?欢迎留言和小编讨论,我是爱讲娱乐的小故事书,别忘了关注小编哦!